我第一節目裡面 遠在我們經常講的問題 究竟人們怎麼會生病呢? 在西醫的角度都會說 病是吃出來的 很多東西都是由於我們的飲食習慣引致的 你覺得這句說話有多少百分比 導致我們有不同類型的病呢? 我們上次說糖尿病這個都很明顯 其實這個糖尿病 就跟我們的情緒都有關係 就是說我們為什麼不斷去吃一些甜的食物 或者是追尋一些刺激 味覺的刺激 因為五味是入五臟的 如果我們五臟不斷索求 我們身體想吃多些東西 其實吃東西就是用來平衡情緒 如果我們五臟的能量是夠的話 你不用吃那麼多東西 所以我們在說物理上 或者是說陽性的原因 就是外引起內有疾病 但是另外一個就是陰性的原因 就是你摸不到量量量不到的就是情緒 一個人有負面情緒的時候 將自己身體的能量和頻率 Brain wave 即是我們腦內的電波 那個頻率是改變的 而且就會把我們身體的頻率拉到很低 如果一個人在一個很低頻狀態 一定是免疫力下降 我們身體內的能量層是失衡的 五臟的運作一定不是理想的狀態 一定會引起疾病的 所以我們練功是將我們身體內的器肌 調升的同時 將我們的性格都改變 原來我們已經出世了 但是我們一直在生存的時候 只要一息常存 其實所有東西都還有希望 對不對這個說法 不斷在改變的 有些東西是可以改變的 這個世界都是因為人去做出來 我們眼見的東西都是我們自己投射出來的 即是你想見到的東西 和想得到的東西 都是你自己傾向性 向那一種的方向和渠道去接觸 就會得到了 那會不會引申到一樣東西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說話 那我們想一下 是不是都要想一些好一點的東西 當然 但是在你接觸的學員當中 有沒有實際的例子 就是我們之前說 有些病 就是我們的生活就是吃東西 那有沒有一些情況 讓他想想想 就是大家理事 讓他想中了 真的 她媽媽就是很愛她爸爸的 幾年前她爸爸就生故了 就因為她爸爸離世之後 她媽媽思念她的丈夫 她就日思夜想 但是她想什麼呢 她快點去陪她 哦 那就是慘了 那天天就在這裡奏自己 即是快點 想快點 即是 是的 離開 但是因為她自己的基因是很好 每個兄弟姐妹都有八十多歲 每個都是 每個都是 每個都很壯健 唯一一個六十多歲 就走了 真的被她想到 走了 是的 想的時候 都是說幾個月 突然之間有個病 哇 剛快 十幾cm的一個魚線癌 嗯 十幾cm的一個拳頭 想了幾個月 就想了出來 嗯 而且過幾個月呢 就拜拜了 其實 那個人他自己抱著一個什麼心態 是的 是 他是很 就是 很決定性 決定到自己好不好得回 嗯 但是呢他還未曾去接觸過我們呢 他又不知道用什麼方法 嗯 就是有些人他經常知道 我這樣想是不好的 是的 其實呢我也想好的 嗯 但是呢 往往呢他就沒有足夠的能量 去支持自己去想正面的東西 嗯 就是棄能 是 是 所以我們要通過練功呢 去達到呢 我們自己的身體裡面呢 是有足夠的正氣 我們才自然想的東西都會正常很多 嗯 就不會 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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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